救護車迷迭閃燈急著趕路 前方車輛卻發慢速度甚至停下來 這是高速公路 內車道 前車駕駛還下車往後方走去 救護車人員忍不住開罵 驕駕駛疑似以為警車難停 下車之後發現擋了救護車 心虛的玩者腰回到駕駛座開車 救護車才能夠繼續往前進 這是六號晚間七點多 救護車行經國道一號北向 324.4公里台南大灣路段遭前車擋路 警方已經接獲檢舉 沒有避讓救護救險車 可罰3600元 並且吊銷駕駛執照 另外在彰化西州 民眾遇到了拖吊車跌跌了 一輛拖吊車車斗上載了一輛自小客車 後方還掛了一輛小貨車 小貨車前輪懸空後輪著地 車斗上還有另一台自小客 怎麼會這樣拖 記者找到了當事人 拖吊車拖著大尾巴 他開在路上很不穩妥 旁邊車輛能避多遠就避多遠 趕緊操車離開 就怕他車子掉下來遭到波及 目前拖吊報廢車行情一千到一千二 一台拖吊三台 省燙次賺拖吊費賭上了交通安全 警方看過影片後表示 拖吊車載貨不穩妥 明顯危險行駛 可罰三千到一萬八 駕駛人違規祭典兩次 拖吊費可能不夠假罰款了 TBS新聞陳志忠 顧首昌吳淑萍 台南彰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